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 这恐怕是玛雅预言中最著名的一个 甚至还因此诞生了一个 如果那天世界没有毁灭 2013年1月4日我们就在一起的梗 那会儿我上大学 一堆人趁着这天表白 这个预言不仅被改变成了灾难商业片2012 而且也被搬到了游戏中 没错 刺客信条3 游戏中第二次天灾的降临日就是这天 大神殿中究竟有没有阻止天灾降临的办法 戴斯蒙捡起一枚能量源插入 但像启动医术人的中央处理器 还需要一枚启动盘 戴斯蒙也再次进入先祖记忆 这一次是1754年大英帝国的心脏 伦敦 组织命令海尔森肯未来皇家各军院行刺 成功击杀目标 取下头胸前的吊坠 海尔森让目标的侄儿不要声张后回到组织 相传这枚吊坠是打开美洲新民宝库的钥匙 因此组织介绍了五个美洲殖民地成员帮他 历经72天的艰难航行 海尔森终于出现在眼前 这便是大英帝国的冒险者眼中 盛产赏金和头皮的新世界 美洲 海尔森在博士顿下船 一位年轻军官查尔斯里前来迎接 还带他跟名单上的其他人认识 他和查尔斯以及他手下的士兵托马斯 三人杀尽飞影 皇殖民地官员约翰逊拿回被抢资料 通过比对资料和吊坠文士 约翰逊说 这应该属于附近一个印第安部落 名单上另一个成员 本杰明熟悉印第安土著情况 于是提议图了奴隶贩子大本鹰 救赎这个部落的被俘成员 再请他们帮忙带路就好了 人手紧张的海尔森来找名单上最后一人 英军低级军官皮特凯恩 此时他正被海尔森曾经的生死兄弟 布雷多克骂得狗血喷头 但毕竟兄弟一场 海尔森渐渐只用了一拳 就劝得布雷多克痛快放人 如今兵强马撞准备充足 有道士 洛基山 威俄耸利万丈多 密歇西比河水滚滚南下 四了开锅 六人上演一场北美结型车 救下土著美女卡涅齐游 换上奴隶贩子的装束 大摇大摆进了他们的营地 暗中救下所有俘虏后 一枪崩了奴隶贩子老大 这次一举打动了卡涅齐游 但并不足以让吃尽英国人苦头的他放下戒心 没多久 查尔斯打听到卡涅齐游遇到点小麻烦 他们部落的土地被强争了 而现场大手头目海尔森可太熟了 又是他的老兄弟布雷多克 两人打探消息时被士兵察觉 一通打斗 海尔森挂了点彩 打打杀杀半辈子 还头一次有妹子给自己爆砸 海尔森心头一热 卡涅齐游也干脆直说 这没吊坠的门士 他的确在部落圣地见过 两人打探到布雷多克正带兵南下 于是沿途涉服 他果然带着个满头白发的青年军官出现 在印第安联盟的侧影下 海尔森一路狂追 穷途末路的布雷多克还在叫嚣 突然一声枪枪 怪不得他这么狂 原来忠心耿耿的白发青年也在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踪影闪过扑倒青年 看着球当然不知道 眼前这个被他一拳打晕的青年 就是日后叱咤北美的大陆军总司令 美利坚首任大统领 乔治华盛顿 海尔森追上后也没废话 直接一枪带走了布雷多克 他实在看不惯曾经的兄弟 如今如此狂热的屠杀平民 更何况两人间还有点小小的私人恩怨 跟史书记载一样 首任北美英军总司令布雷多克 就这样烂死在了这片沼泽地中 事后卡尼奇尔也如约带海尔森来到大神殿 但没有伊甸碎片 根本进不去大门 事已至此 两人只能先牵个嘴撩表遗憾 海尔森完事回去创建了组织北美分部 还吸纳了查尔斯入会 众人一起宣誓 戴斯蒙西说 怎么又来啊 不就是要啥没啥爱咋咋地吗 但他没想到这次的誓言却是 什么 醒来后戴斯蒙都懵了 跟老爹威廉说 咱家八辈子纯血刺客 这位祖宗咋宣的是圣殿骑士团的事 同样懵逼的威廉 随他赶紧再进阿尼姆斯看看 戴斯蒙也来了脾气 这也是你祖宗 你自己咋不进去看 他怒斥父亲跟阿布斯泰格一样 只是把他当成寻宝的棋子 气得老爹一副爱砸来 幸亏成学员及时拉开 他发现刚才启动神殿的能量源 并不止一个 威廉配合他在外面查能量源 戴斯蒙只能进入阿尼姆斯 追查吊坠下落 而时间一晃 便是四年后的1760年 一个四岁的部落小朋友 跟朋友们玩捉迷藏 别问我四岁小孩咋这么大只 三岁跟他妈一样高 八岁就长那样的小孩也不是没有 小孩本来藏得好好的 却被人突然抓住 是查尔斯里 他像恰一只臭虫一样 对眼前的小孩毫无怜悯 或许在高贵的大英老爷们眼里 北美土著 跟他们打猎取乐的野兔也没什么区别 查尔斯放了小孩 让他给部落长老带个话 把我们要的东西交出来 说吧扬长而去 可当小孩醒来时却发现 部落也变成一片火海 妈妈也被困火场 是的 妈妈是卡涅齐鸥 小孩就是海尔斯的儿子 拉通话给顿肯威 当然日后他会拥有一个更加好记的名字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妈妈嘱托他务必要坚强后 随着一声爆燃 永远留在了烈火中 一眨眼已是九年后 十三岁的少年一直有个疑惑 为什么我们部落就是厮守这片山谷 而不是跟印第安同盟们 一起出去找英国人报仇 长老终于给出了答案 原来这是神给他们部落的使命 满脑子复仇的他还不信 长老直接拿出一件神似之物 拉通话给顿一摸立刻与之共鸣 眼前的人影正是诸诺 原来几万年前经过复杂计算 诸诺得出了他就是守护者的结论 什么神殿啊 什么未来的 他当然听不懂 但有一句他听懂了 有一伙人正要抢夺这片山谷 烧杀你的族人 谁啊 查尔斯里 杀母之仇 在天心狠 那没得说了 诸诺指引他去找一位导师训练 他敲了半天门 人家就是不开 拉通哈给顿连住了几天马棚 连锤几天大门后 命中注定的导师阿基里斯 终于让他锤烦了 看见信物上的刺客标志 老头爽快收下了这个单纯的部落青年 还跟他说我们的敌人 就是墙上这六个圣殿骑士 而为首的这位海尔森肯威 就是你弟亲爹 在复仇之火中燃烧九年的少年 想都不想 什么跌不跌的 都得死 经过六个月训练 是时候检验学习成果了 老头带他进了趟城 不过你这样也太扎眼了 给你起个一名 伪装成西班牙或意大利混血吧 就将你康纳如何 康纳刚进城 就听到居民们在讨论新睡法 没多久街上还爆发了骚乱 民众叫士兵们滚回英国老家 海尔森肯威 他在这干嘛 康纳一路跟上海尔森的手下 对方竟然想趁乱开枪 他上去就是衣服 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 坏了 是查尔斯里才一枪下去 原本就慌乱不堪的英军 误以为被民众袭击 于是直接下令开火 造成民众五死六伤 史称波士顿惨案 更可恶的是 海尔森把军官拉过来 冲着屋檐一指 让军官误以为康纳才是首恶 好不容易跑出来的 康纳遇到一个人 将来未练美利坚 零严格的几十个国父之一的 塞米尔亚当斯 老哥家财万贯 当年刚从哈佛毕业 老爹就给他一千英镑创业 他略是小钱就帮康纳 削了通缉 而因为康纳证明了自己 阿吉里斯也正式传给他绣件 康纳便正式成为 刺客兄弟会的一员 此时现代世界中 程序员也找到一枚能量员下落 查查后会接到诸诺的神域 这可等戴斯蒙授权了 我们再一起说 时间转会到已经十七岁的康纳 发小找上门来 一个叫约翰逊的人通知部落 说要去殖民政府 买下他们的土地 这个约翰逊不就是老爹手下的骑士吗 康纳一斧都劈在老头家门柱上 干啥 这是他们部落开战的仪式 战争结束才能拔下 康纳去找塞米尔帮忙 对方顺便给他上了一堂普法课 他说自己家里是有奴隶不假 但他完全把对方当成自由人 只是因为尊重法律 才办了奴隶契约 激进的康纳完全听不进去 法律不公平 就应该砸碎他另起炉灶 而不是以什么守法的理由 等他慢慢改变 塞米尔没有反驳一笑而过 但康纳很快就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开国硬核狠人 彼时七年战争结束不久 债台高筑的英国王 是对殖民地大肆征税 尤其是茶水高到离谱 但不喝茶又能要了 这帮戴英后人的命 于是约翰逊走私了一船茶叶 准备大赚一笔 再用这笔钱去合法买下部落土地 你看 他不就是打着法律旗号行恶的吗 这笔直接割头皮抢地 又能好到哪里去 总之不能让他得逞 康纳直接潜入码头 炸毁所有私茶 但塞米尔却摇了摇头 你救的只是一个部落 而我想救的是殖民地所有民众 啥意思 他叫康纳晚上来到 人生顶废的码头 几个工人登上了 大英的官方运输船 在康纳疯狂击杀 龙下兵的掩护下 把一箱香茶叶倒进了大海 没错 这就是波士顿清茶事件 大英北美殖民地政府的丧钟 开始敲响 但这会是圣殿骑士们的丧钟吗 阿基里斯摇了摇头 我们是刺客 你应该直接杀了他们 而不是等什么变革 康纳开始还不信 塞米尔说了呀 文明嘛 法律嘛不是 但直到六个月后 发小来垂门他才知道 约翰逊不知从那又搞到一笔钱 还真把地契办下来了 去他娘的法律 这次康纳谨遵老头教会 摸上约翰逊庄园 部落长老们当然不同意卖地 至此 文明来法律区的约翰逊也不装了 不愿意跟纸笔谈 那就跟枪子谈去吧 康纳一箭下去 死到临头的约翰逊还在嘴硬 说我原本有机会用和平的方式 拯救所有印第安部落 现在我一死 等殖民地城市扩张到部落领地后 你再看你眼中善良的革命爱国者们 还有没有这个闲心跟你们买地 康纳没听懂 更猜不到50年后 他的印第安同胞们 如何走出一条血泪之路 更更猜不到几百年后 把他们赶出家园的殖民者们 如何以他们部落之名 来命名越野车和武装直升机 此时他只知道约翰逊身上有封信 说另一个圣殿骑士皮特凯恩 要去列克星敦偷袭爱国者们的补给县 康纳赶在他们之前 跟保罗里威尔一路通知所有爱国者民兵 等塞米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 两位国父撤退后 康纳留下帮爱国者们断后 可惜英军是被撵了回去 但却让皮特凯恩留了 列克星敦的枪声之后 华盛顿就任新成立的大陆军总司令 在场的只有副司令不服 查尔斯里 要不是碍于场合 康纳肯定要宰了他 而华盛顿谦谦君子的风度也打动了康纳 幸亏我妈当初没杀你啊 白毛叔叔 更做时康纳看法的是 塞米尔说总司令刚刚下令攻打波士顿 你猜怎么着 你要杀的皮特凯恩就归缩在那里 康纳赶到后 普特南将军的部队 被英军的剑炮压制的抬不起头来 狂战士康纳也不管同步率了 直接开狂杀上去 一举炸毁了军舰 把星条旗挂上了围杆 大陆军攻势一撞 让康纳趁机摸进了英军大营 高高跃起遗袖剑带走了皮特凯恩 但面对指责 皮特凯恩嘲笑康纳 你挥剑像个男人般有力 思想却像个孩子般幼稚 爷们儿你让人耍了 他说自己在列克星敦 压根就没想杀塞米尔 而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他商量 现在让你一搅和 全门了 战争开始了 康纳当然不信 因为他在皮特凯恩身上 搜出一封更惊悚的信 圣殿骑士们 居然要暗杀他偶像华盛顿 为了救人 康纳跟随线人来到纽约 准备暗杀第三个骑士 圣殿骑士团安排的杀手 当年查尔斯里手下的士兵托马斯 此时这哥们儿是假币集团老大 康纳跟着市场上的假币贩子 很快就找到了窝点中的托马斯 但这货也是疯狂嘲笑康纳幼稚 此时两个警察赶到 错把康纳也当成了假币贩子 不等他辩解一枪托料到 直接扔进了监狱 康纳从典院长身上偷到钥匙 摸上楼去准备杀了托马斯 但一下手却发现 这人早就死得凉丝丝的了 康纳心说不好 再一看床上的尸体 坏了 是典狱长 回头一看居然是查尔斯 而托马斯好端端就在他身边 查尔斯怒斥华盛顿根本不会打仗 一场场战斗下来 就会一个甜人头让兄弟们去送死 所以他们才要杀了华盛顿 好让有大将之材的查尔斯继任 康纳反骂查尔斯 是被权力欲望冲昏了头脑 此时查尔斯也认出了 他就是当年的小孩 于是大笑着杂云康纳 以谋杀典狱长和策划 刺杀华盛顿的罪名 直接把他送上绞刑架 康纳被当成卖国贼万众唾弃 在查尔斯议正言辞的审判中 被套上头套 但在机关启动前一声应笑 兄弟会的成员们及时赶到 老头地上扶头 康纳直奔托马斯而去 但事后老头是建议康纳 千万不要把他们还要继续行刺的消息 告诉华盛顿 为什么呀 因为一旦猜疑的种子被种下 你信不信 被处死的杀手 绝对不止海尔森和他几个手下而已 而是一场大清洗 康纳迟疑了 静静看着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上签字 第一个签名的大叔他还认识 就是他的列克星敦 救的塞米尔同伴约翰·汉考克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去通知华盛顿 哪怕老头怒吼 咱们是刺客呀 本行是杀人 而不是满大街嚷嚷谁谁谁有阴谋 不听 就是要去给老头气的 不过你还别说 华盛顿还真起了疑心 但康纳一听就知道他的疑心是对的 因为他怀疑脱了大陆军补给的人是本杰明 没错 第四个骑士 康纳根据线索来到一家废弃教堂 背后突然一人袭来 father 海尔森一通冲骂 你以为爹爹是给鹰王卖命吗 幼稚 面对指责 海尔森一一反驳 约翰逊购买土地是为了保护部落 皮特凯恩找塞米尔是为了和谈 托马斯杀华盛顿 是因为他实在不会打仗 大陆军死伤无数的伏击骨战役就是名正 但本杰明 这小子是背着海尔森偷的补给 父子俩一个是要除奸 一个是要清理门户 但目的一致都是要本杰明人头 于是两人分开行动 可没想到康纳刚要动手 老爹让人抓了 康纳骂了声菜爹后直接杀出去 没想到大批傭兵赶到 老爹扔了就来纽约找我后就溜之大吉 这啥爹啊这 憋了一肚子火的康纳来到纽约 好在哈尔森找到了本杰明的下落 但康纳心里还有两个疑问 第一 在教堂你能杀我为啥没杀 哈尔森呃了一嗓子 废话啊 你是我杀人啊 我会杀你吗 好 下一个疑问 圣殿骑士们到底想要什么 哈尔森严肃说道 两个字 秩序 这才是和平的吉时 可刺客们却用自由二字蛊惑民众 妄图以此获得和平 康纳反驳说 自由就是和平 哈尔森嗤之以鼻 孩子你错了 自由只是混乱的邀请函 看看你的偶像 华盛顿发起的战争吧 康纳也激艳了 说你们就是眼红人民 选择了华盛顿 刺客信条是有反权为反正统的传统的 哈尔森这段对独立宣言 乃至对选票制的大多数本质的怒斥 就是最好的名证 当然 对于这个问题 爷俩根本吵不出结果来 咱还是先杀人吧 康纳按计划伪装成佣兵 可当门卫盘问时 哈尔森却没按剧本来说 这让康纳一阵唏嘘 说起母亲走后自己就挺那傻的 等等 哈尔森猛的站起来 你说什么 康纳摇摇头 你别在这儿 先装好爹再装sorry了 妈妈独自抚养我是你在哪儿 她被查尔斯活活烧死 是你又在哪儿 一脸懵的哈尔森 赶紧说自己从未下令放货 甚至还命令所有人 不准再去寻找宝库 康纳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等你死后自己去地下 跟妈妈解释吧 不过说是这么说 等到哈尔森差点坠入火海时 康纳还是伸出了援手 只不过嘛 小小的惩罚还是有必要的 逃出来后老爹相当无语 为了追本杰明的货船 两人抄起康纳爷爷的老本行 开着康纳的天鹰号 一路追到加勒比海 还来了一手祖传跳帮 双眼往拍门 那本杰明就没有不死的道理 经此一意 康纳跟老头汇报 说圣殿骑士们好像也不全是坏蛋 咱们两家联手 那能干多少好事啊 没想到跟圣殿骑士 打了一辈子的老头同意了 可他唯一的疑问是 你老爹会同意联盟吗 康纳来找老爹 两人查明 英军要放弃费城 在纽约合兵已与大陆军决战 但耶稣又又吵起来了 一个说要通知华盛顿 一个说得通知查尔斯 最后老子没执拗过小子 跟着他来找华盛顿 但哈尔森刚拿起一封信 华盛顿就急眼了 为什么 因为上面是他刚刚签署的军令 为了防止部落导向英军 他下令杀一请百对一个部落 烧光房屋 土地撒烟 杀光妇孺 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下这种命令 上一次是14年前对哪个部落来着 哦 对 跟这次一样 就是康纳的部落 原来当年下令查尔斯 烧死康纳母亲的不是哈尔森 而是乔治华盛顿 证明了自己的哈尔森一脸叫 儿子 走 爸爸带你去报仇 没想到康纳突然醒悟 滚蛋吧你 你以为叫生儿子我就迷失了吗 我就不信你是今天才知道真相的 说着跟两人直接闹败 他一路追杀华盛顿的信使 赶在他们之前回到部落 但查尔斯更快一步 不仅跟发小说了大陆军的军令 还骗他说康纳背叛了部落 现在也跟着华盛顿混 他怎么解释发小都不听 实在没招的康纳只能一刀下去 结束了发小的执念 这段我是有点没看懂 康纳最后把发小的死 怪罪到了挑拨离间的查尔斯头上 一路追杀过去 康纳遇到了来自巴黎革命老区的拉法耶特 就是教团1886里登场的那位法兰西猛男 他破口大骂 身为副司令的查尔斯下令撤军 坑了他一把 康纳再一次留下断后 最后一次帮了华盛顿后 决定独自去干掉查尔斯 时间一晃就是1781年 大陆军节节胜利 这个国家或许真的要迎来自由了 不过他却偷听到拉法耶特的一个害世阴谋 为了确保权力会回到人民手中 他居然跟屠户商量 想使阴招让国父们无后 这一点跟历史倒也吻合 华盛顿 弗兰克林 杰斐逊 三位美利坚合众国创始人 都没有合法男性继承人 只有亚当斯家族有合法子嗣传承了下来 总之 康纳把他打赢了奇沙比克湾海战 带着他的舰队炮击纽约 在眩运中摸上查尔斯住所 但背后一个人影闪过 上来就是一拳 康纳也回敬要害一拳后才看清 居然是亲爹海尔森 他坚持查尔斯才是更好的领导者 坚决不教人 父子俩刀剑相向 海尔森最后一遍强调 不是圣殿骑士团想改变世界 而是只要这个世界还保持无序状态 哪怕一天 试图恢复秩序的圣殿骑士团 就会永远存在 一个为了秩序 一个为了自由 父子俩间的矛盾无可调和 于是康纳伸出了袖剑 海尔森说出 即便如此 我也为你的勇气和能力而自豪后 轰然倒地 而康纳也最后叫了他一声父亲 事后康纳终于堵住了想跑路的查尔斯 对方举起了酒 微笑着认了自己的命 康纳也拿回了父亲的吊坠 六个月后 康纳回到部落 此时同胞们都已搬走 长老只给他留下了那枚神器 许脉再次与之共鸣 诸诺承赞他拿回了吊坠 只要藏好他 康纳的使命就完成了 于是康纳回到了阿基里斯的庄园 他被葬在了王岐和爱子身边 这时我们才知道 老头是以爱子康纳之名 给拉通哈给顿刺的名 买好吊坠后 那把象征开战的战俘 也终于可以拿下来了 现在的戴斯蒙他们立刻赶往庄园 拿回吊坠 大神殿终于要启动了 此前他在巴西拿到了一枚能量源 又回到意大利 杀死韦迪克博士 救下威廉和他在开罗找到的一个 也终于拼凑出诸诺最后的影像 原来他和朱比特密涅瓦 在大神殿推演了多种方案应对天灾 但不管是修建高塔当壁雷针 还是建设了一场反弹能量 还是用伊甸苹果控制全人类念力偏转天灾 甚至是牺牲孱弱的肉体 把衣室存入坚不可摧的机器 结果推演发现所有方案都行不通 唯一行得通的答案 就储存在大神殿之中 眼前是诸诺和一台透明基座 触碰他 答案就会出现 此时密涅瓦突然出现 说答案的确是真的 但对第一天灾迫在眉睫的医术人来说 已没有足够时间去实现 可对几万年后的人类来说 却有充裕的时间来应对第二次天灾 可惜 刺客兄弟会和圣殿骑士团彼此的争斗 浪费了太多时间 天灾已不可避免 无拘束缝极座 太阳要斑天灾会毁灭世界 但戴斯蒙和刺客们会毫发无损地回到地面 并繁衍生息重建人类社会 而戴斯蒙就会成为后世人眼中的神 他留下的记忆也会成为后世的经典 但随着时间流逝 文字是会被篡改的 就像上一次天灾后 有人为了一己私利曲解圣经文字 争夺亚当下巴的伊甸碎片一样 圣殿骑士团会再度崛起 刺客兄弟会会再次抗衡 世界将陷入下一次循环 而触碰极座后 被封印在其中的诸诺就会被复活 他的确会保护地球和人类不被毁灭 但复活后的诸诺很有可能会控制整个世界 让全人类成为奴隶 到底要怎么选 戴斯蒙拒绝了命令网上人类任命的建议 因为他相信 无论诸诺的计划如何 活下来的人们一定能找到阻止他的办法 于是他让刺客们离开 独自触碰了极座 而被封印数万年的诸诺 也终于获得了自由 此时游戏结束 我是火力地宝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